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我们接着来讲一段之后的宣传力 1919年8月1日成立了以派德尔·九拉为首的公会政府 从表面上来看,政权基本上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掌握 而布达佩斯·顾仁苏埃的很多人都天真的希望在紧迫的政治局势下挽救社会民主 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希望了 就在派德尔·九拉政府上台的当天,他一方面宣布要继续实行社会化 但同时又下令吉普共产党人 8月2日,九拉正式下令失望被捕的反共分子 第二天又恢复了旧资产阶级的法院、警察局和宣明队 8月4日,把地产归还给原主 又过了两天,把工商业、企业交还给了资本家 但是右派们并不满足 他们希望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全部赶出政府 而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派德尔政府 在六天的统治之后 就被一个工厂主弗里德里希·伊斯特万领导的政变赶下了台 弗里德里希就当上了匈牙利的总理 但是弗里德里希政府也没有统治多长时间 他们虽然得到了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支持 但是法国人则帮助法战区赛格德的一群极右组织分子 而武装干涉的罗马尼亚军队在8月3日也开进了布达佩斯 那么这个时候匈牙利的政权到底归属于谁 决定性的因素不再是匈牙利人民 而是协约国的支持 那么这个时候在匈牙利国内最大的武装力量 是在霍尔地统帅下的部署于政府的25000人 再加上匈牙利西部莱哈尔上校的部队 共计5万人的国民军 那么经过各派力量的协商之后 最终达成了协议 罗马尼亚军队撤离首都布达佩斯 国民军进驻布达佩斯 同时成立一个表面上民主的 代表各派政治势力的政府 那么霍尔地以及他率领的国民军 在掌控了匈牙利的政权之后 就在全国范围之内 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屠杀 他们首先在多瑙河以西的地区 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 在马尔曹利 西欧福克 陶宝尔曹等地 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断地传出 当时在马尔曹利的监狱里 已经关押了近30人 这些人都被活活地打死 后来呢 用命令宪兵队按照名单 逮捕了共产党所有的领导人 而且不是共产党人 只要上了名单也会被抓 连同从地方上抓来的人一起 达到了200人 当时率领别动队的 叫做普罗纳伊·帕尔 他手下的人 惨无人道地虐待这些被抓来的 左派分子 有的人被烧死 有的人被活活打死 即使能够幸存下来的人 要想恢复健康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1919年11月 杀人的白色恐怖 就扩展到了多瑙河 替萨河之间的区域 不少匈亚利的左派领袖 都惨到杀害 比如匈亚利搜埃共和国的 两位领导人 克尔文 奥托和拉斯洛 耶诺 都在白色恐怖中被杀害 那么由多瑙河以西地区 开始的大屠杀 很快就扩展到了布达佩斯 反共别动队的大屠杀 和有组织制造的白色恐怖 相互配合 在几个月之内 就有5000人被杀 7万人被投入监狱 或者被投入非人条件的拘留营 很多思想左倾的人 被迫离开匈亚利 匈亚利全国笼罩了一片恐惧 和疯狂的复仇气氛 1920年3月初 霍尔蒂在其武装人员 包围和占领的国会内 选举自己为匈亚利王国的摄政 他拥有了广泛的 近似国王的权利 1920年1月 协约国开始和匈亚利进行和谈 可最后签订的合约 让匈亚利人大为震惊 匈亚利的国土 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 人口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二 匈亚利人的民族自尊心 遭到了极大的伤害 但是这也给刚刚建立的 极右政权提供一个机会 他们利用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 和沙文主义 使得刚刚建立的极右政权 站稳了脚跟 同时呢 也让匈亚利和邻国的矛盾 进一步激化 这样在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 反而促进了匈亚利内部 各方势力的相互妥协 不过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 那么极右的恐怖势力 也必须被彻底的清楚 沙文利反共的极右势力 所带来的白色恐怖 已经让邪约国的领导人 和邪约国的民众 越来越感觉到不满 而且呢 在沙文利国内 因为缺乏人身和财产安全 也使得资产阶级产生了不安的情绪 这就激发他们起来反对 恐怖主义分子 而掌管匈亚利 经济命脉的金融资本家们 也不认为这种公开的 野蛮的恐怖 是维护他们利益最好的办法 就这样 匈亚利的政府 他们逮捕了民分最大的 别动队的杀人犯 清洗了别动队的据点 不列颠饭店 而且很快呢 右翼和社会民主党 就签订了秘密协议 双方面互相达成了妥协 新政府的领导人拜特伦 是一个手段极其高明的政客 他在国会中获得了重要的多数 并把大量的小农党群众 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1月2年初 在执政党和小农党 试图合并的计划失败之后 拜特伦 他退出了基督教民族统一党 接着又加入了小农党 同年呢 拜特伦的党在议会选举中 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 即使在1927年的选举中 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多数 但实际上 匈牙利的选举制度 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选举制度 他制定了极高的年龄界限 财产额的规定 提名的条件 排除了妇女 另外还有在一地居住年限等等的限制 所以呢 这种选举不可避免的 就产生了大量的影子舞弊 和专制的形成手段 但是匈牙利的新政府 也的确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因此呢 协议国方面比较满意 1月24年春 匈牙利得到了国际联盟 较大的一笔贷款 虽然金额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代表着匈牙利的经济情况 开始稳定 由于财政和政局的稳定 从1924年开始 匈牙利战后 极度下降的生产力 逐步得到了提高 1929年的产值 已经超过了战前的12%强 防制工业发展得最快 1925年比1913年 已经增长了一倍 1929年比1913年 则增长了两倍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 在匈牙利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不过匈牙利所面对的外交环境 并不是很好 一战结束之后 匈牙利第一次在形式上 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和自主国家 但是呢 这种情况是在匈牙利丧失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取得的 匈牙利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母语 非匈牙利语的人口 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他全部的少数民族 就连讲匈牙利语的居民也有近三分之一被并入邻国 在匈牙利的周围出现了不少新成立或者是复兴的国家 比如说大罗马尼亚 还有南斯拉夫和杰克斯洛伐克 本来呢 匈牙利新政府所倡导的反苏政策 这应该和协约国有相当的一致性 但是呢 匈牙利的新政府还有另外一个主导思想 这就是要全面修改和协约国的合约 这就和协约国产生了矛盾 因为如果匈牙利和协约国的合约受到修改的话 那么最不利的就是匈牙利的这些新成立的邻国 而这些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正是因为是出于反对匈牙利修改合约的企图 才组成了称之为小协约国的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 匈牙利也想找到自己的盟友 那么匈牙利很快就找到了意大利这个朋友 意大利这个时候 已经受到了法西斯独裁者莫索里尼的影响 而且在极右翼反共的这个观点上 匈牙利政府和意大利法西斯德国法西斯 很容易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 而摆脱战败之后的凡尔赛合约体系 这更是让德国和匈牙利 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饱受战后全球经济苦难的匈牙利人民 也认为所有的苦难都来自于和协约国签订了合约 因此呢 在匈牙利国内领土收复主义运动 蓬勃的兴起 他的口号是 残缺不全的匈牙利不算一个国家 完整的匈牙利才是伊甸元 但是匈牙利的经济问题 并不是源于和协约国的合约 当时的匈牙利经济政策 它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到匈牙利 从原来的经济统一体中分裂出来 需要根据新的地区特点 形成自己新的经济结构 在这个时期 匈牙利不再需要同一些国家一起 把自己纳入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体系 而应当让自己和中欧的一些小国协调起来 求得经济上的共生 其最大的活动范围 则是取决于新的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形势 取决于正在从战事经济 走向和平时期经营方式的 市场已经分配完毕的资本主义世界 匈牙利经济的改组是一项范围极其广泛 急需慎重的工作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积累 没有各种社会条件 因而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生产 和邻国的紧密合作 本来是匈牙利的根本利益所在 但是当时无论从匈牙利 还是从他邻国的政策来看 要做到这一点完全的不可能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 虽然匈牙利不断的向西方国家借债 但仍然不能加速他的经济发展 所以国困民穷 没有起色 再加上社会问题重生 居民恍恍不可终日 这就给了又一势力可乘之机 使得保守的政治制度 就利用这一情况 加强了自己的统治 由于匈牙利国内 大肆的煽动沙文主义 一些匈牙利人 由于害怕已经成为统治民族的 少活民族进行报复 所以纷纷从埃尔戴伊 斯洛伐克和克尔巴坚山脉的山路 涌入匈牙利 这样就给匈牙利带来了 35万的难民 而这其中又有20万人 是国家职员及其眷属 约2万人是中等地主 和大地主 或者是他们的家属 这些抛弃了原来的地产和官职 来到匈牙利 靠亲友的阶级为生 居住在车厢里 或者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的 这些难民 在他们的想象中 昔日的匈牙利 是一块天堂乐土 所以呢 他们埋怨 匈牙利正在遭受的苦难 正是与协约国的合约所造成的 因此这些人就成为了摆脱协约国合约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同时这些人也成为了右翼力量发展的图长 与此同时呢 匈牙利的左派力量 在遭受了挫折之后 也曾经想过要复兴 到了1925年 匈牙利共产党在维也纳 举行了重建大会之后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 又建立了统一领导的 比较有战斗力的各级组织 1925年4月14日 又成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党 但是匈牙利掌权的右翼势力 是不可能允许左翼势力复兴的 因此匈牙利的警察局 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1926年下 他们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进行了抓捕和审讯 1928年 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党被彻底的粉碎 除了摧毁左翼政党组织 右翼政府 还有清除左翼的思想 大批抱有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 遭到了监禁破坏和处分 1919年到1920年间 光在布达佩斯 就有一千多名教育工作者 受到了纪律委员会的审查 政府力同用匈牙利文化优越的 沙文主义口号 来征服国内的民众 甚至是邻国的民众 他们认为在中欧各国人民的文化中 匈牙利的文化有如是鹤立鸡群 他们大肆的宣传 领导中欧其他各国人民 是匈牙利人的使命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爆发的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 对于经济上甚至依赖于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匈牙利 影响更大 从1928年起 一直到1932年 匈牙利的工业生产持续下降 到了1932年的时候 匈牙利的工业生产总值 只达到了1927年的58% 而匈牙利的农业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由于不能出口 卖不出去的粮食 积压了数百万吨 主要农产品小麦的价格 下跌了近70% 而1931年所爆发的金融危机 更是雪上加霜 匈牙利几乎濒于财政破产的边缘 当时在匈牙利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 人数约20万 破产编败土地的农户数以万级 而大地主们利用为了求他生存 而廉价充满劳动力的农民之间的竞争 把本来就低的可怜的工资压得更低 把危机造成的一部分损失 转嫁给了故宫和农业工人 城市和乡村里到处都是饥饿和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 雪下利共产党再次迎来了复兴 1月29年秋 佩奇和什尔格塔尔阳的5000名工人 面对着宪明的刺刀 坚持了四个星期的罢工斗争 紧接着呢 1930年9月1日 在布拉佩斯街头 十多万人进行了游行 高呼要求工作和面包的口号 共产党势力的重新复兴 就造成了薛亚利忧郁势力的恐慌 于是呢 政府再次疯狂的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31年9月 薛亚利政府再次抓捕和杀害了两位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伊姆雷和山多尔 同时呢 首都布达佩斯和地方上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不过右翼统治阶级他们也看到 共产党的复兴和薛亚利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有着相当的关系 如何保住政权 就成为了右翼势力最为迫切的问题 那么他们选择的就是法西斯主义 共产党组织九拉 这是一个在1919年到1920年间 被薛亚利人所熟悉的 热衷于使用暴力的亲德国法西斯分子的人物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种族主义分子 右翼政治集团认为 可以利用共产党组织九拉的铁板 来重新建立薛亚利的秩序 因此呢 摄政霍尔蒂在1932年10月 将九拉扶上了总理的宝座 就这样 薛亚利开始了实行全面法医司专政的尝试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集再继续给大家讲